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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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 我是Sony 阿桑 今天帶大家來到鳥宇花香 你應該聽到吧 雀鳥的地方 其實是想分享些甚麼呢 一身的裝束應該不是跑步 還有今天也不是分享一些伸展運動 做些甚麼呢 要分享一件經歷 還有要分享 通常你都知道 如果有看之前不同的帖文 或者在YouTube 就是如果用過一些好的產品 我覺得都應該值得推介一下 都會在這裏分享 之前推介過不同的東西 無論是否怕水 太陽油 夏天跑步三寶 今天有分享些甚麼呢 要分享最近走過一個尖沙咀的商場 其實本來也沒有特別 但走過那個商場的時候 就給了一陣清新的味道吸引著 那個味道是令你馬上聯想到 去泰國或者放假去玩的時候 一個很放鬆的心情 不期望一望那間店 很厲害 它是放滿了 其實正常呢 開股是一間賣香薰的店 它叫Chemast 正常呢 其實以我這麼懶的人 其實我覺得香薰和我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覺得用香薰的人 是需要很滋味 以及要懂得計算 因為好像要哪些混 哪些是很複雜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一向都沒有關係 但是看到它擺滿了 那不知為何呢 真的忍不住走進去 然後店員又非常好的介紹 它是介紹給我知道 原來是香薰的世界 或者是精油 它們叫做 那個世界裡面 原來都有單方和複方 我常常以為中藥才有的 那就是為何一看它的櫃 就是那個牆 其實是擺滿了不同的精油 不同的香薰的味道都有的 原來都真的有單方和複方 單方有 我沒有記錯 有五十隻的 複方即是它混合好了 因為方便一些 可能我這些比較懶的人 它混合好了不同的味道 複方也有二十隻是混合好了 但是我都想著蜜鹽就離開了 那要是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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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我今天要介紹的 有一些通常我們看到的香薰就是這麼小的瓣 我通常在朋友家裡會看到它滴落那瓣 好像有些水一樣 有紮紮聲 有些好像有些霧出來的 有些是沒有霧的 但是我都很感謝那天的銷售 它真的很好 這樣可能看得出我的樣子是懶的 而且它看到我又不是白 它就知道應該是 我也是做運動 我喜歡 並且感覺到我是懶的 所以其實它那天推介了一些產品 我當然是試用了現在一段時間 每天都可以用得到 我都可以維持得到 就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有兩種的 它的名字叫做理療精油 它很有趣的 它有三款 我今天帶了兩款出來 有紅色、綠色 另外還有一款藍色的 它有紅色、綠色 為何我沒有了藍色的呢 因為藍色原來是給媽媽去塗 即當可能生完嬰兒 或者肚子裡有任神文的時候 就可以塗的 當然如果我在十年前 十一年前知道 有這個產品 應該肚腦會更緊 這樣介紹這兩款是什麼 我自己也有試用 綠色先吧 綠色是一款 其實你開盒的話 它很簡單 你會見到有一支油 這裡按按折 試用了一段時間 但裡面還有很多 為什麼呢 由於其一我是慳妹 不過其二我有看說明 其實我每晚都是用 一至兩滴 例如我按小腿 綠色是什麼 綠色是可以去水腫的 即是幫助淋巴互通 和去水腫 我自己覺得 其實如果 譬如你當你每天跨一點 或者隔天我去跑步做運動 或者就算你做零售也好 走走走走走 你有時都會有水腫的情況出現 你只不過需要按一兩滴 可能放在小腿 然後其實用手順著去推 不是推很久 因為推很久我就放棄了 其實推到按摩到油 在小腿上均勻已經可以了 最重要是什麼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令到我可以繼續堅持去用 是因為其實味道是很舒服的 即是味道很舒服 香味很舒服 所以綠色是去水腫 我自己覺得用完 也是另一個保持著用的原因 我很擔心塗油 是沾到媽媽都不認得的 但其實每晚去擠這個份量 一折兩滴 去塗小腿 或者是大腿 你也可以去按摩 然後 其實當然最好 他說是早上晚上都會用的 不過我只是晚上 由於大家留意我比較懶 我覺得是感覺很舒服的 無論是香味和感覺 我自己覺得 當然我不會當給你看 說手兩吋 所以你看我不敢當給你看 因為主要是通籃包去水腫 它是一樣 你不需要做運動 然後你每晚坐著 你就可以瘦了四吋小腿 即不是這些那麼神奇的產品 但我自己覺得是對身體 對皮膚有滑之潤 為什麼呢 因為用摩洛哥的堅果油 它有特別的 我看到 因為我都知道 後來看它 原來是歐盟驗證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可以放心去用 好了 講完綠色了 紅色是甚麼呢 紅色我自己覺得是會更加適合做零售業的朋友用 為什麼呢 因為紅色是火植物曲張的 所以呢 我們有觀眾 你好 紅色是火植物曲張的 所以譬如很多時候我們 無論是零售業 我們長期長時間都站 或者是OL的 你在辦公室都坐得很久的話 每天坐了可能八個小時 然後你起床的時間有少 其實通常都會出現 容易首先是水中 然後你長時間的話 有機會會有直接曲張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紅色也是極度推介 味道跟綠色不一樣 但實在也是很難忍著 因為那個味道也是很舒服的 所以Chemast這兩款的理療精油 是我零適推薦 當然如果你說沒有了任神文那款 當然推不了給你看 但你可以去店裡 因為我覺得任何一間店 其實這個都要讚 我覺得Service是很好 可能我就算那天的衣著 都是一個好像街坊一樣 但我有時候很害怕 就是去到店裡 可能看到你的樣子都不會買的時候 就沒什麼心機介紹給你 但我自己覺得 都是介紹得很詳細 所以你可以去店裡 我覺得真的 不一定要去買 但不買呢 都先問問一下 還有我自己覺得 原來入了那間店一次之後 我自己都對香氛 精油 甚至乎以前是從來 不太認識這一種的理療精油 這樣我覺得都是可以值得一試 譬如如果你做運動 或者你不做運動 你做零售業 長期 你又不做零售業 你是OL長錯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去聞一下 起碼自己喜不喜歡這個味道 喜歡就最好 然後最重要是 它有功效在這裡 還可以幫到你 今天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遇到什麼好的產品 會再介紹給你自己 拜拜 還有 要記得訂閱這個2H的頻道 你就會得到最新的資訊 就在這裡 拜拜 接下一個好看 會不會 有